民主自由價值的期待 大家好 各位辛苦了 藉由今天這個機會 我要代表我們的全體國人 對各位的付出和奉獻表達感謝 因為有國軍官兵平常不畏風雨 堅守崗位 落實戰訓本物 國人對民主自由價值的期待才能夠如常落實 我要謝謝各位的努力與貢獻 我說過 國家安全從來就不是靠非公屈膝 而是要仰賴最堅實的國防 而我們所有的國軍官兵就是國防的核心 所以 從我上任以來積極推動各項國防政策 以及軍事改革 我也時常到各營區看視我們的弟兄姊妹 除了為大家加油 也承諾要跟大家一起來打拼 每一年的漢光演習我都出席 不僅用行動表達我對國防的承諾 更要帶領國人一起來表達支持和重視國防 漢光演習是國軍每年年度的大事 驗受我們國軍戰力的發展 更是要讓國際間看到我們守護國土的決心與努力 昨天一早 我前往九彭營區 看三軍聯合火力打擊實彈操演 今天在甲南海灘 除了有三軍聯合反登陸作戰的實彈操演 更是在驗證聯兵營的作戰效能 我很高興在這兩天的操演觀察中 不僅看到了我們國軍弟兄姊妹所展現出來的高昂的鬥志 更看見我們跨軍種和兵種的絕佳合作的默契 從空軍戰鬥機在空中發射的反艦飛彈 海軍軍艦的主敵射擊 或者是陸軍直升機的資源攻擊等 大家都能夠順利合作 達成聯合反登陸作戰的任務 這樣驗證的過程是值得肯定的 這就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國軍 一直平時訓練精實 戰時能夠作戰的鋼鐵部隊 接下來有許多國防的改革要推動 需要大家和我一起來努力 我們一起加油 為國軍的未來共同來努力 最後 我除了要再次感謝所有我們國軍的弟兄姊妹 我要感謝各位弟兄姊妹的家人 因為有他們的支持 才能讓國軍官兵安心堅守崗位 守護國家 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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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